简单手语教学之自然现象 日落月升,风转雨停 荣雅人的世界虽无声,但不一定全无浪漫 今天,让我们在手语的安静世界里体会大自然的力量 你将需要一双手 第一步,太阳 左手伸出母食指,微微弯曲 至于头侧上方,右手五指须搓 从左手虎口内斜着向下移 同时放开五指,象征太阳的光芒 第二步,月亮 双手伸母食指,相距约一寸 指尖相对,然后做弧形分开,向左右下移 同时母食指间距渐小,如半弦新月状 第三步,星星 左右手始终止并拢 两手正反相敲,在额前经过 第四步,风 一手五指分开微曲,指尖向上 左右来回扇动,象征刮风 第五步,雨 一手五指分开微曲,指尖向下 上下快速动几下,象征雨点落下 第六步,云 右手五指微曲,在头部上方转一圈,表示天上有云 第七步,雷 一手食指先指耳部,然后向外做闪电形伸出 同时五指放开,象征雷声震耳 第八步,天 右手向上伸出食指,转一圈 第九步,地 右手伸出食指,竖指指向地面 第十步,视界 左手握拳不动,右手五指张开 微曲,绕左拳转动 你知道吗? 用手语谈恋爱的影片听说 曾获得日本大阪亚洲电影节 最受欢迎电影人期大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